就在短短48小时内第14号台风 灿树越来越胖 已经来到巅峰强度 中心台风眼更是又圆又清晰 蓝氏汹汹模样 全台各地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暴风半径都还没到 但东部海边已经能感受到震震强风 就怕民众想关浪跨越封锁线 海巡署人员不断来回巡逻 灿树台风靠着海洋跟大气的助长 直接升级强烈台风 接下来怎么走气象局完全不敢大意 那从路径上来看 它会直接的朝巴士海峡 台湾东南部海面积的方向上前进 那对我们的巴士海峡 东南部海面积 台湾海峡南部已经构成威胁 目前参数走向提前北转 会沿着台湾东部往北走 但会不会登陆都还很难定论 毕竟有70%机会 就是会在红色的预测范围内 还得看高压强弱 都会影响它未来走向 因为参数夹带着厚厚云层 气象局也预估会带来好大雨 目前暴风半径已经达到200公里 不管有没有登陆 如果以擦边球方式通过 仍旧会对宜兰 花莲 中部以北 还有山区带来风强宇宙的天气 气象局预估 12号下半天最接近台湾 从周六11号外围环流 开始影响东部 但台风还没来之前9号北台湾 却出现罕见的真状云 就像核弹爆发模样 天空中出现迅状云朵 甚至还有民众拍下它发展情况 气象局局长 郑明点也说 这是对流发展旺盛时才会出现 然后高空气流风速很强 云才会变成水平放射状四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